县政府12号和台电在塔山发电厂 办理海洋油污染的紧急应变石兵演练 而这回的演练是模拟塔山发电厂的输油船的输送油料过程 因为泄油的管路破损导致重油外泄 这回演练展现金门整体救灾和污染的应变能力 113年海洋油污染的紧急应变石兵演练 这回总共有9个公司单位参演 参与讲灯大家非常幸福 而且对大家的期许大原则都讲了 那我这边看到了有几个状况 来跟我心里的话也要讲出来 塔山电厂我去年也有来过几次 就有游戏众业的现地考诺 那我们知道这次塔山电厂 人力的分配指挥分工非常的凌确 表示平常训练人数 第二个我们现场作业的人员都有着防护衣 这非常好 那我在接刚刚参与所提的人员的安全 以我们的经验就是说参与单位或者是事故处理的单位 要准备一些喷洒水或者是降温的一些小设备 小器具 避免人员热衰竭或中暑 注意到人员的水分的补充 第三点就是我们海巡署 洋第九海巡队的同等有两艘熊光艇海上布燃油所 技术布的不错 我上个礼拜五也在去台北港 也受海包署的这个委托一起去做海巡人员的复训 特别强调海上布燃油所不管U字起或Z字起 若来只有这个技术 让我们洋行队操船记忆做得很不错 在演练中 各救灾单位接到通报之后 马上展开救援行动 环保局也利用高压冲洗机 将礁石上的油污冲洗 各个单位发挥他们的长才 也尽速的展开救援 接进 nervous的滞瘭 使用几个无力的在进行食材 吸气 接进去 起来